好 我們鏡頭持續帶你瞭解 其實這爭議多年的金華城容積率問題 最後是在臺北市場柯文哲任內獲准的 從百分之三百九十二提高到了百分之五百六十 那麼這預估的市值就可以高達有近百億之多 沒想到這金華城持續爭取要恢復到都市計畫說明數的百分之六百七十八 就被議員來批評說金華城爭取這容積率 訴願被內政部來駁回了 好 行政訴訟現在沒有定驗 市府卻急著開會 質疑這是VIP級的待遇 大批消防隊員在工地現場待命 這是去年席燈的金華城 拆除現場收攤後第三次發生施工意外 拆除作業卡卡就連爭議多年的容積率也再度浮上檯面 明明那個八十年公告顯得很清楚 三百九十二就是五百六打七折 也就是未接地權 就是三九二 接地以後就是五六名 金華城創辦人沈信金很委屈 因為在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獲准從三百九十二趴提升到五百六十趴 不料金華城又持續爭取 恢復到一九九一年都市計畫說明書的六百七十八趴 但議員質疑金華城容積爭議 明明訴願被內政部駁回 而且行政訴訟還沒定驗 師府卻急著開會 被議員質疑根本就是VIP級待遇 不能理解的是市政府官員 為什麼 明明就知道是五六零 他就沒有辦法 結果監察院成請 第一次也解釋了不能分割的問題 監察院的這個意見 他是認定容積率五百六 所以我們在一百零七年修訂的時候 文字的記載就是 若我們建立率不得超過百十七十 容積率不得超過五百六 從不動產業者估計 金華城取得五百六十趴容積率 可開發樓地板面積為二點七萬坪 如果容積率提高到六百七十八趴 樓地板面積增加到大約是三點三萬坪 以每坪一百八十萬元 估算金華城改建後 多得了一百零八億的獲利 北市府召開都委會研議 但金華城代表和市府各說各話 記者綜合報導 在一條大道的連天